家里的插座不够用,咱就直接拆掉它 给你们看一种C型插座 接线都一样,直接替换上就行 侧面粘贴辅助,很牢固 这样一个高档的墙壁插座就完成了 组合的模块平时可以看时钟 还可以设置倒计时 底部U口能给手机充电 上下的插座孔位还特别多 有独立开关,不仅够用 这档次也一下就上来了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车里放上这一套很有用 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铁锹 加长加厚的,很结实 还可以变成一个稿头 雨雪天气可以帮助车辆脱困 这些组合起来有高音口哨 户外点火棒,尾部是指南针 打开就是破窗器 还有一个两用的螺丝刀 能割绳索,拆块地,削水果 这把多功能的斧头在户外生火做饭很有用 咋样,这一套够专业吧 这个发明有一套啊 合理的结构设计 打开内部有各种披头 常用螺丝刀和内肉脚 还有壁纸刀和套筒 顶部还有个台灯,拆卸维修的时候 可以近距离照明 平时也可以用它来当个台灯 或者床头灯也可以 角度能调节 暖光冷光也可以调 设计的不错 有喜欢的可以入手 以后在车里也可以实现手机快充了 两个伸缩数据线 苹果安卓都能充 不用了快速收回 方便还不乱 有多个输出口和电压显示 插在点烟器上就行 角度还能调节,很高 这是小偷不喜欢的太阳能停院灯 有高灵敏的传感器 挂在院子里,天黑了会自动亮 白天有太阳就自己充电 三个灯的角度都可以随意调节 半夜有人,他就会警视闪烁 好